歡迎大家來到我在IOH的Talk 首先我要先感謝來自高雄的旅媽媽 想給大家的一段話 孩子,記得爸爸媽媽永遠愛你哦 放膽去築夢吧 在我的Talk中 需要跟各位介紹的東西 在我的目錄上都已經呈現給大家 首先,想要跟各位先做個自我介紹 我來自新北英哥 畢業於樹林高中 首先我想要先講的是 我有一個非常支持我的父母 因為我的父母親呢 他們講說他們沒有讀過大學 所以對於我在大學當中所經歷的種種 或是想要償新的經驗 他們都給予我全力的支持 不管是在物資上還是精神上 而我會進入中文系 我想得要歸功於我兩位高中的國文老師 我高中的國文老師一位是我班導 我的班導師他除了國學常識之外 也就是在班級經營方面有很多很 我覺得很有技巧的經營方式 以及他對我們的態度其實非常好 在那時候讓我知道就是 哇,原來中文人除了就是 很死板的那些國學常識之外 也有一些東西是很柔軟的 然後對人其實是很親善很和蔼的 那包括像我高一的國文老師 他一路上雖然高二之後就不是他教我 但是他也會陪著我去練南語演講 那甚至陪著我去參加很多的比賽 甚至我在最後在參加 申請入學的時候 他也幫我檢查我的備審資料 那甚至很多的文檔也都在幫我做潤稿 所以包括到現在我跟他的感情 還是非常好喔 所以這兩位國文老師都讓我看到 中文人不一樣的面貌 在這場講座當中 我希望能跟各位分享一個 我在大學當中一直秉持的原則 24小時 每個人都同樣有24個小時 但是怎麼過呢 有些人可能會選擇 Casual 就是整天就是可能出去玩 睡覺回來打屁聊天 然後繼續日复一日 年复一年 讓你的四年很歡樂愉快的這樣過去 沒有錯 人家常說大學完四年 但是我在大一的時候就告訴我自己 每個人都一樣只有24個小時 為什麼我不把自己的24小時 當別人的48小時過呢 所以接下來的講座當中 我就會秉持著這樣的精神 跟大家做分享 接著我要跟各位介紹一下我的學校 我的學校是靖南大學 坐落於台灣的中心點 南投埔利 大部分的外賓們來到埔利的時候 其實都已經是晚上 因為畢竟台灣的中心點 你們需要跨過很多的距離限制來到埔利嘛 那所以大家來到埔利 大部分都已經是晚上夜晚了 所以我很推薦大家能夠在晚上的時候 來季大看看走走 因為其實季大海拔比較高 所以它的星空非常的美麗 它很澄澈乾淨 那另外一方面 其實我們學校的燈光也有特別設計過 所以其實它不會影響到自然生態的發展 但是會讓人家在校園漫步的時候 會有一種 哇 好美麗的浪漫的氣氛 最重要的是 你會常看到我們的學生在校園當中漫步 那甚至有時候會看到情侶在 角落裡面彈琴說愛喔 好 那除了夜景之外呢 時間來到了清晨 那因為我們學校很高 所以其實看日出幾乎不用到其他地方 就忙起來要山區去 你只要在我們的學校 那大概清晨四五點的時候 你就看到那個太陽慢慢升起 然後天空慢慢的有點 像人家講魚肚白這樣 你就覺得哇好浪漫 然後加上薄霧這樣飄進來 灰灰蒙蒙的感覺 其實我覺得是很浪漫 除了夜晚那種很 讓人家很感興的浪漫情緒之外 清晨會讓人家有一種 哇萬物食然的感覺 那接著時間來到了早上的七點或八點的時候 大概就是我們學生準備要去上課的時間了 那因為我們上課的時候 需要經過一片很大的大草原 那尤其天空又非常的乾淨漂亮的時候 你就會覺得哇 我在一個風景畫裡面上課耶 那感覺其實是很 很好的之外 你會覺得每一天去上課心情都非常的好這樣 那接著時間來到了中午 中午的時候其實也有可看的東西喔 我們學校記不記得有提醒過 有很大的一片大草皮呢 大草皮在太陽的映照之下 會變成一片金黃色的大地毯 而且因為草其實是在早上會有露水 到中午整個就被蒸發掉之後 它就是一片黃黃的 然後很柔軟的地毯 所以包括有很多的外賓 如果懂航道的話 他們甚至會赤腳直接踩在我們的草皮上面喔 所以你去享受那個 中午那種很溫暖和許 然後那陽光很柔和色調的時候 大草原一天裡面會給你不一樣的享受 尤其各位也可以看到其實 我們學校有一個非常違和的圖書館 在草原的盡頭你就可以看到 哇這樣子人文的結構跟大自然的 草皮相互揮映的感覺其實非常好喔 介紹完我的學校之後 我想要跟各位談談我的科系 紀大總共有四個學院 人文、科技、教育以及管理 我的中國語文學系在我們學校是在人文學院當中 我們科系裡面大一到大四都有必修課 那其實從大一到大四必修課的數量也跟著慢慢的減少 那在大一的部分其實為了培養扎實的能力吧 所以我們的必修課的量其實很多 但是大概可以歸類成兩種 一個是數位比較實用的部分 另外一個是比較理論的部分 所以很建議大家在大一的時候 就好好揮灑你的滿腔熱血吧 因為畢竟小大一就是充滿熱情的時候 你可以多去修課 那除了玩之外 我覺得學業的部分還是要顧的喔 所以在理論跟實務的部分其實 我覺得中文人都必須要去顧及到這兩方面的東西 因為很多人所學其實到後來用不出來 所以我們在大一的時候幫大家規劃這兩套課程 可以讓大家去探索他的興趣 那包括在理論的課程的部分 就是我們中國很傳統的這些古典的經典 那在後面選修課都會幫各位介紹 那在實務課程的部分 也有很多選修課可以讓大家選修 去深化你的知識能力 那想要跟各位介紹一下 我們大一有一堂很特別的理論課程是 中國傳統文獻概論 聽這名字大家會覺得好長就不知道在幹嘛對不對 我們通常都稱它為中傳概 那其實不用把它想得太複雜 大概就是我們高中國文的深化 知識內容再深化 然後裡面有很多的國學常識 那包括很多專書的閱讀 那也有很多文本會去 在這堂課當中 老師會帶著大家一起去看 然後培養起中文人基本的知識能力 但是裡面有一個很關鍵的東西是 大家記不記得有一本書叫液晶呢 液晶裡面是不是有很多的補試之術 所以我們的老師其實也有跟我們介紹 我們學校有很大的大草原 所以老師也會跟我們講說可以去 草原上面拔草然後進行占卜 偷偷跟你講一個小秘密喔 不要跟其他人講 不然其他科系會來找你算命喔 那除了理論課程之外 我們其實還有實務課程 那實務課程它的名稱叫做 數位多媒體設計與理論 那在這堂課程當中呢 我們會去拍攝微電影 那包括一些排版技巧 那還有很多的設計軟體的運用 那所以我們在期末拍攝微電影的時候 會到很多的場景去借用 那像我自己個人在拍攝微電影的時候 其實是整組到了我們的學生餐廳去借場景 那你就會發現跟那個地方 學餐廳平常就吃飯完你就會覺得沒事了 可是我們再次去借場景 其實是一個很特別的經驗是 學餐的阿姨就會跟我們講說 欸不對啦 工讀生應該要這樣子這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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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他會分享很多的經驗給我們 我覺得是一個很特別的過程 那包括像我當然上課內容紮實之外 也要有地方可以讓我們表現啊 所以其實在我們人文學院裡面 有一個很重要的藝文空間 叫做人文藝廊 那在人文藝廊裡面 其實它是一個開放性的場域 它裡面的索軟硬體設備都可以去調整 那所以有時候我們的這堂課程的作品 也會在我們的人文藝廊裡面做呈現 那除了靜態之外當然也要有動態啊 所以我們的微電影其實會在期末的時候 彙集起來然後再辦一個動態展演的部分 展示給不管是我們戲上的師生看也好 或者是我們會邀請一些外系的同學 欸你看你看這是我拍的電影這樣 那其實在這個過程當中 我們不只去欣賞電影 那老師也會做很專業的講評之外 我們也會去分享我們拍片過程當中的一些 好玩的事也好 或者是一些比較心路歷程的部分 你去聽大家同樣面對一個作業的不一樣的心態的時候 我覺得是一個非常有趣的過程喔 那結束完青色的大一之後 開始要具備你的專業能力了對不對 所以在大二的時候 我們會有非常多很專業的理論課程 導入在我們的大二課程當中 那我們戲上有一門很有特色的課程 叫做文學理論與批評 那這門課當中呢其實是台灣的中文系當中 比較少有的 那很多人看到批評二字就覺得 哇這張課好犀利呀都在批評別人 其實當你學完這門課之後你就會發現 它並沒有這麼的負面 它其實是在把文本做一個比較客觀理性的分析 那像這門課通常在我們系上都是由黃錦樹老師 就是一個馬華文學的作家 他會去講解這門課 你就會聽到哇 從不一樣的角度切入一些文本的時候 那個解析的角度是不一樣的 所以通常我在這門課上面 我每次都很期待去聽到老師分享一些不一樣的理論 比如說現代後現代主義的一些興起啊 過程啊脈絡啊去解析文本的時候 你就會覺得哇中文人其實視野也是可以很開闊的喔 那除了那門課之外呢 我們還有另外一門課是中國文學史 不知道各位平常會不會常看到日出啦 可能大學生比較夜貓子 可是我自己個人第一次看日出就是在這門課上 Why 是老師帶著我們所有人一起去山上嗎 不是因為寫不完 寫什麼東西呢 我們在大二的時候這堂課上老師就會要求我們寫出14頁的論文 大家一聽到14頁都覺得哇 14頁怎麼完成啊 所以我們系上的老師其實非常的用心 尤其這門課的老師其實會在晚上利用課餘的時間 跟我們做小組的meeting 去深化我們的知識內容 所以我在這堂課上面做的論文題目其實是 從死而復生談民間信仰對魏晉小說的影響 我用搜神記的文本去談這樣子的東西 其實在這堂課之前我從來沒有接觸過相關的一些比較專業的文獻 我就覺得哇 老師你要我寫論文怎麼寫啊 可是老師就慢慢的慢慢的每一次meeting會告訴你 你去參考哪些書 你去看哪些東西會比較有幫助 我竟然就這樣一個人生出了這一篇論文耶 我就覺得 那個對我的成就感是很高的 而且 以前我都會相信說 哇 死而復生就我們 就是 民間信仰當中一個很傳統的概念不是嗎 可是 做完這篇論文之後 我才發現 有很多的知識你去深究 你就會發現 其實它是有因果關係的 我們不要全面的去 全盤接受 我覺得在這個課堂當中 培養我的思辨能力其實是很高的喔 那結束完大二課程之後呢 你就進入了大三 你就發現大學四年已經過一半囉 所以這時候你就要開始回頭去想自己的裝備 大一大二兩年學的東西 夠不夠你使用了呢 所以到大三其實就是 開始回頭檢視自己的一年 所以 其中有一門課 我覺得想要跟各位分享就是 詞曲選集席座 這個課其實是一個set 就是一個 就是配合的一個套餐 就是 除了詞曲選之外 我們還有文選跟詞選 這三門課 我們戲上的規定是 三門選兩門修就好了 但是我三門課都有修 但是我最想要跟大家分享的 就是其中的這門詞選 詞選因為我們以前很少讀詞啊 就可能讀讀李厚祖的詞吧 就是在課本上 一點點與美人這樣看過就過了 可是其實在這門課當中 我們會去讀很多的一些文本 就是原文 原汁原味的東西 你就會覺得 乍看之下 你會覺得 What 這是什麼東西啊 為什麼完全看不懂 可是 當你去細讀裡面的東西 然後老師教你怎麼讀 老師教你怎麼看的時候 你就會發現 原來 鬥兒跟我原本的認識面貌不一樣 原來唐玄宗跟楊貴妃的愛情故事 在長生殿、梧桐宇裡面 都有不一樣的呈現角度的時候 你就會發現 原來我也可以自己親自認識這些古人 而不是像國高中一樣 用背的把它背下來 所以我覺得這場課 讓我重新認識很多古人喔 那接下來還有另外一門課 叫做畢業製作 很多人就覺得 為什麼你們大三 就開始在做畢業製作啦 因為我們細上希望 我們提早完成我們的畢業製作之後 在四年級下學期 我們就可以去進行自己下學 想要做的事情 不管是考公職也好 或者是準備教室真事 所以 畢業製作在我們大三下 就開始在進行囉 所以中間會跨越一個暑假 那我自己個人選擇的是 食物組的部分 食物組內容其實就是 讓我們自己選擇 我們想要製作怎麼樣的作品 有可能是繪本、活動計時 或者是雜誌等等的內容 那你只要跟老師討論過之後 老師都會全心全力的去指導你 去完成這樣子的作品 然後支持你的夢想喔 所以我們細上同時也要支援 老師要有這樣子的硬體設備嘛 所以我們有一個很專業的排版教室 裡面包括有頭螢幕 我們時常在上面討論一些版面的配置 那包括裡面有一些掃描機啊 然後一些電腦 然後甚至有膠裝的機器 那裁切器 其實這些東西我相信 當你有這麼周全的硬體設備的時候 你想要去發展你自己的作品 你就會發現 而且細上給你的資源其實是很多的喔 所以包括像我們在這堂課上 不只是這些作品的呈現 我們還會有一些明信片啊 書籤啊 或者是一些副產品的產出 每一次那種你從小東西慢慢累積到最後 畢業成果的一個大作品 你就會覺得超級有成就感的啊 所以 而且我們會這堂課在寂寞的時候 會幫大家籌辦一個畢業成果展 就是這堂課所有的作品展出給大家欣賞 所以你就會發現很多學弟妹來看作品的時候 你就會覺得 哇學長姐你好厲害喔 你怎麼有辦法做出一本這麼厲害的東西啊 那時候成就感真的是 講不出來你知道嗎 然後當然我們畢業製作除了實務組之外 也有理論組 理論組就是在這個學年當中 老師會指導你去書寫一篇論文 那這個論文跟我剛才大二講的那篇論文 有什麼不一樣呢 因為它其實是已經到大四了 你閱讀的知識量啊 或者是你閱讀的書籍都已經更多了 所以老師會希望你去把你的論文加深加廣 那甚至去把你的修得更加專業 所以其實也有很多同學他選擇繼續升學 比如說碩士班博士班的部分 他也都會選擇理論組去提前進行論文的書寫和訓練 這對他未來的升學都非常有幫助喔 那除了前面兩組之外 還有一個組別叫做創作組 創作組的部分 老師在這個課堂當中呢 會教導各位去書寫 散文 小說或者是詩 那再藉由各種文類的書寫 你就會發現 哇 常常人家都說 你們中文人不是很會寫東西嗎 這堂課就真的落實了這樣子的東西 去深化你的寫作能力 你就會發現經過這樣一年之後 哇 你就發現創作組同學都好會寫東西喔 而且他們畢業製作的最後的東西成品是一個小說 很多人都覺得為什麼要寫小說啊 因為小說它的篇幅其實很長 所以你要去經營裡面每一個角色的立體化 那包括去把它給性格科學得很明確 讓你的讀者能夠很深入的去了解 我覺得這是一個很了不起的事情 所以我們創作組的同學其實他們在經歷這一年的過程 都覺得其實是有學習到很多東西的喔 那介紹完系上的必修課程之外呢 就是基本能力的培養 你要配備什麼裝備 就是靠你自己系上的選修 以及你額外在修的課程喔 所以其實我們系上的選修課 非常扎實地去幫各位 建立起一些古典理論的部分 那包括從上古文學到甚至明清那現代 甚至到中國現代的一些文學等等 所有的課程老師們都會去配合學生的需求去做開設 所以我覺得如果你能夠確立自己想要什麼 然後透過系選修去不斷地加深自己的能力的話 我覺得是會學習到很多東西的 那其中我覺得有一門最特別的經驗想要跟各位分享是 就是我在修現代詩集齊作的時候 老師安排我們跟美國一位教授叫Shonda 去進行視訊的一個交流會議 那我們把他的英文作品翻成中文念給他聽 那他同時也把他的上課的一些心得跟我們做分享 透過那個中英文的交流我就覺得 哇好酷喔 就是文學原來透過語言媒介的轉譯 大家都可以共同感受到那個很感動的感覺 而且其實美國跟台灣是有時差的 所以其實那天晚上他們是很清晨就起來了 然後我們那天晚上其實是比較晚才回家 那大家為了文學共同犧牲的那種感覺我覺得 好好喔就是你跨越時間跨越距離的那種限制 然後大家一起為文學而努力 那感覺我覺得很特別 那除了系上的課程之外呢 我覺得還有一個就是額外的一些課程可以去跟大家分享 我覺得我們學校有一個很好的設計就是 它有停修制度 所以如果你覺得這門課你上了一堂兩堂 你覺得不符合我要的東西的時候 你可以就是 就是把它停掉然後去選擇其他的課程 修修看然後去加千張 所以我覺得它不會浪費你的時間 你就是為你自己的選擇做決定 如果你想要選這門課你就好好把它修完這樣子 那因為我們學校在埔裡 所以結合我們的環境位置的話 其實有很多的特色課程 那包括船艇、射箭 那之前曾經有馬術課 那國標、游泳等等這些課程我覺得 都是很特別的一個跟地方結合的運動課程 因為其實說實話沒有來到這種比較開闊的地方 你怎麼會有那種射箭課等等 這些都是以前國高中比較少接觸到的課程 那我自己個人在修射箭的時候呢其實 因為射箭是一個需要技術性的運動 那尤其是當老師一次又一次的把你跟靶心之間的距離 越拉越遠的時候你就覺得 好沒有成就感 就是那個箭你就發現開始亂射 就是你會發現會不會射到隔壁的同學這樣 可是其實我們老師有一個很 我覺得一個很包容的心態就是 因為他認為我們不是每一個人都是運動專長的人 所以我們只要好好把握手上射出的每一支劍 很認真的看待他 那不管射的分數如何 他重視的是那個過程 所以甚至包括他在評分的時候 都不會以我們把心上的分數為主 而是他會希望我們用我們自己的態度 跟我們自己的在中間進步的過程去評量 所以我覺得老師對我們的包容性其實是非常高的喔 那除了射箭課程之外呢 我還休息的國標課 國際標準舞呢 其實它是一個很需要跟異性互動的運動 那甚至在很多的國際社交場合也都會運用國標舞 那所以在過程當中因為我個人是一個很嚴重的支障 就是我不太會運動啊跳舞啊等等 所以在國標舞課程的時候 老師就並沒有要求每一個同學都要 哇到很高難度的姿勢 他會希望教我們一些很基本的就是舞蹈技巧 那在我們未來在社交場合的時候可以派上用場 所以總結以上我自己修過的特色課程 我覺得老師們要求我們的 就是希望我們有一個運動家精神 就是你不一定要有很高超的技巧 但是你一定要堅持 而且尊重這門課的精神 尊重這門課的一個老師授課的一個理念的話 我覺得這兩門課其實你會從中獲益到很多東西喔 那除了運動課程之外呢 我們學校有很多的通識課程 那通識課程是你去跨領域去修習一些不一樣知識的很好機會 那所以我在我的通識課程當中 我修習過一門課叫做地方場域與藝文在線 那大家乍看這個名字你會覺得 嗯這是在幹嘛啊 我們其實在埔里鎮上有很多的小農 農夫那還有藝術家 所以我們系上的林怡榮老師就覺得 欸有這麼好的資源為什麼不跟他結合起來呢 所以他就帶著我們的大學生走出校園 走出我們這個學術的場域 去跟地方的文化做結合 包括去採訪一些農夫 去種田去跟藝術家做交流 所以欸我那時候看修課名單我就覺得好奇怪喔 為什麼很多的僑生來修這門課 因為其實僑生他們跨越國籍來到埔里 當然也很希望能夠對地方有更深層的認識嘛 所以其實透過這門課之後 我們就跟僑生的關係非常的好 甚至我們還到僑生的家裡去煮 就是他們煮食 然後煮他們的國家的特色料理 那我們教授其實也沒有價值 這個地方可以提一下就是 我們教授們其實都對我們非常好 就是他們也不會擺一個教授的架子在那邊 就是我是教授你不可以叫我幹嘛 他們都會跟我們打成一片 然後就是大家一起煮飯啊聊天 然後一起很歡樂的度過一個晚上之後 我覺得僑生跟我們本地生的那種距離 完全就被拉近了 跨越國籍跨越文化 甚至跨越一些身份上師生的這種距離 大家聚在一起那種感覺 真的是我覺得這堂課最大的一個收穫 而且除了這樣子的課程之外呢 我還修了正念減壓與生活藝術 那老師其實在這堂課當中 教我們用四瓶水去管理自己的情緒 我那時候一聽我會覺得 四瓶水是能代表什麼東西啊 可是這其中其實是有非常多的奧妙喔 所以如果想要窺得各種知識 歡迎來修修看這一門課 那這堂課主要進行的方式 主要是用靜坐 老師會希望我們在課堂 然後課前課後都能夠 一分鐘也好三分鐘也好 透過靜坐去沉澱自己 那很多時候我會覺得 為什麼我要花十八週的時間在那邊跟你靜坐啊 我是一個年輕人 我應該要很熱血啊 可是到了第十八週的時候我就發現 其實老師不斷地等待我們去靜下來 靜下來 你才會發現 其實很多問題的答案就在你自己 只有當你自己靜下來去聽你自己的聲音的時候 那些答案就會從內心深層裡面浮現出來 所以我覺得透過這堂課我學到很多東西 包括像我現在每天早上起來 我可能會先靜坐一下 讓我自己思考一下 今天要幹什麼 再起來做事 或者是我睡前會給自己一個很好的微笑 我覺得這都是落實到生活當中的經驗 這堂課的結束並沒有結束 它帶給我很多的生活小習慣的改變 那除了這些課程之外呢 我自己同時也修了教育學程 我們教育學程的人們其實都有一個共同的slogan就是 教育無他為愛為榜樣 你可能會覺得 我教學技巧好爛喔 就是別人都長得這麼好 為什麼我好像沒有辦法教得很好呢 可是我們都很希望大家秉持著愛 當你有愛的時候 不管是身邊的人或是你的孩子們 其實都會感受到你那個很真切 然後很熱血的那種 教學憧憬的時候 其實技術什麼都在旁邊了 當你的愛能夠拿出來的時候 所以在我們的教育學程之前其實有一個門檻 就是他會希望我們有一些基本門檻 比如說你必須要在全年級的50%以前的成績 排名前50% 那還有一些每一年的制度其實都會有所改變 所以詳情還是必須要參考每一年的簡章 但是其實因為我當年考上完之後 每一年幾乎都要去跟學弟妹 反覆重申一些細節包括要注意的內容 所以我還是希望跟大家講就是 很多人說大學完四年 但是我覺得完之餘 你還是要兼顧你的課業 所以如果你要考教育學程的話 你還是要顧及在成績前50% 這會是比較安全的一個門檻喔 那在我們教育學程第一年的時候 會去上很多的理論課程 所以你會覺得 哇在第一年我就整個吸滿滿滿的教學知識 就是我可以去跟大家談蘇格拉底啊 皮亞傑啊 然後很多哲學上的東西啊 然後各個理論你就覺得 哇我充滿了 很好聽 記住這樣子的感覺 就是那種 哇快爆發的感覺對不對 好這時候你就會去修 而且同時你還會修到很多的 教育學程開設的選修課 那我自己同時也修了一個 就是輔導諮商的課程 那在課程當中呢 有一個很特別的經驗是 老師讓我們體驗藝術治療 那我覺得藝術治療是一個很 很特別的經驗是 他不透過嘴巴口頭上言語的諮商 他讓我們就是兩兩一組 然後播放音樂 讓其中一個人起來跳舞 起來舞蹈舞動自己的身體五分鐘 那另外一位夥伴就 比如說他是左撇子就用右手 右撇子就用左手 去運用不同的色彩 畫下你覺得你的同伴在跳什麼 然後畫完之後 老師會去解析這幅圖的意義 你就會發現 哇原來我內心很深層的東西 透過我肢體的擺動跟舞蹈 被解析出來了 所以我覺得這個藝術治療 同時要帶給我們的意義是 很多時候我們可能面對孩子們的狀況 你會覺得不知道該怎麼辦 已經運用了各種方法 都不知道怎麼解決孩子們的問題的時候 其實你熟悉各個管道的時候 你會發現其實我們能幫助孩子的方法 比我們想像中的多更多喔 那剛才是不是有跟各位提過 經過第一年之後 你會發現自己充滿了能量呢 所以到了第二年 我們會開始到外面去觀課實習等等 學習這些方法的時候 你會覺得好挫敗喔 就是我去觀課的時候 為什麼跟我所學都不一樣呢 我們不是尊重孩子們的多元發展嗎 那為什麼孩子在課堂上 就會給我吵鬧啊 傳紙條啊 然後打來打去鬧來鬧去呢 我覺得這是我們師資培育一個很用心的部分就是 他希望我們認識教育的全部 而不是只認識某一個部分 當我們帶著這樣子的衝擊的時候 其實我們就開始去反思 我一年級學的東西都是正確的嗎 我所學的教學知識 真的都可以直接套用到教學現場上嗎 所以我覺得在那關課的過程當中 每一次都讓我一直一直去反思 我到底還缺乏什麼 我真的已經夠了嗎 我是不是應該要再更充實一點呢 所以像包括我們除了這樣子的一個衝擊之外呢 我們也會幫師資培生們舉辦一個集席演講 那在集席演講過程中 老師會準備十幾個題目 是跟教育相關的 那我們就現場抽出這個題目之後 直接在當場做發表 那在這個過程當中你就會發現 有時候你一抽到那個題目你就覺得 什麼啊我完全沒有策略啊 就是在幹嘛啊 可是當你集席演講你站上台去 拿到麥克風在剎那 你開始發表你對於這個教育的議題的想法跟理念的時候 你就會發現 哇原來其實我也很有內涵耶 就是我能夠開始對教育去深論 去講出我自己的一個不一樣的觀點跟看法的時候 我覺得那是一個很特別的經驗 所以那一年我也秉持著這樣子的原則 在發表集席演講的時候 老師們也給了我第一名的肯定 我覺得這是一個很好的經驗 那除了這些在學校裡面的訓練之外 老師也讓我們到各個國高中去釋交 那所以在高中釋交的過程當中呢 我印象非常深刻就是我那次教的飛魚記 夏曼藍波灣的飛魚記 那埔里其實不靠海啊 四面都沒有海洋 我要怎麼跟孩子講一個藍語的文化呢 所以我那時候苦思了非常久我就覺得 我要怎麼樣把這樣一個很好的文化 帶給我的孩子們 所以到後來我就結合孩子們的生活經驗就是 欸 孩子們你們平常應該都會去市場吧 就是跟爸媽去市場 啊父母是不是在魚飯的時候都講說 欸三百魚五十 就是這種 你只會把魚當成一個物化的東西 你不會去想它的一些背後的內涵 可是達悟人不一樣喔 藍魚的人們覺得 飛魚是一個充滿了精神層面上的意義跟價值 那個是跟他們的文化有非常深刻脈絡的結合的時候 我發現我的孩子眼睛都在發亮 就是你跟他的切身經驗有非常深刻的結合 所以我覺得高中 有些人會說高中國文很難 不知道要怎麼切入 我覺得很重要的才是情意的引導 你要引導孩子們怎麼樣去反思那個背後 文字以外的東西 我覺得在高中試教的時候 我非常有成就感就是 我透過情意的引導 讓孩子去思考文本以外的東西 那除了這些專業課程 跟一些課程內的東西之外呢 人家說大學任你玩四年 怎麼玩也是一個很重要的東西喔 所以我在大二的時候呢 參選了系學會長的選舉 那很榮幸的擔任了中文系學會的會長 那所以在這個過程當中呢 我就籌組了一個team 就是我的系學會的幹部們 那因為其實二十幾個人 要去共同營運一個活動一年 其實是一個很難的過程 所以包括我在找幹部的時候 其實都是一個很累的過程 就是我必須要依照每一個人 不一樣的性質去 分配他適合的工作內容 我覺得這其中考驗的不只是 大家品嘗的私交 更是同學們願不願意為了系上 奉獻他一年的心力 就是為了系上去做事情 為了大家一起去努力完成一個活動的感覺 所以我覺得我很感謝我大一的幹部 這些幹部們就是 除了秉俗私交之外 去全新的信賴我 然後共同一起去完成這樣一個很大的任務 那所以接下來我們在籌組完這個team 第一次營運就遇到了新生茶會 那新生茶會其實是學弟妹進來第一個的活動 那在這個過程當中我們會去抽紙數 然後介紹系學會 介紹系上的一些東西的時候 我就覺得 你看著學弟妹從一開始很生疏 跟學長姐很生疏 到後來大合照的時候 跟學長姐勾肩搭配 然後大家感情都很好的感覺 我就覺得果然跟我一開始 跟我的team達成的協議一樣 我們要給學弟妹一個感覺是 他有一個很厲害的學長姐team 就是我不管有什麼問題 我都有一群很厲害的學長姐可以讓我依靠 然後進而我們中文系會形成一個大家庭 就是我們可以跨越很多年齡上的限制 我願意幫你 我什麼事情都願意去協助你提供我的經驗 讓你避免掉很多的冤枉路 所以我覺得我們中文系的感情其實是非常好的喔 那經過這些活動之後呢 其實還有一個東西叫做夜間教育 夜間教育其實是一個很特別的活動 就是每一次我送企劃書到行政人員手上 或是到很多的高級主管手上 他們都會覺得夜間教育在幹嘛 就是你們為什麼要扮鬼嚇學生呢 可是我覺得平常我們的互動其實都是比較平淡 就是張澤社交關係的時候 當我們透過一個不一樣的經驗去體驗完之後 一些人扮鬼一些人去闖關 你就會發現哇 大家一個group去努力去闖關 去經歷每一個不一樣的經驗的時候 經過這個活動大家感情都變得非常好耶 所以我覺得這是一個非常特殊的經驗喔 那經過完這些活動完之外 我們還有一個很重要的東西叫做中文之夜 那中文之夜上面呢 不管男生女生都會盛裝出席 像男生會穿西裝打領帶 那女生有可能會穿著一套洋裝套裝 甚至也有人穿旗袍 那在這個晚上當中呢 我們會每一個年級準備一個活動 那就是一個戲劇表演 那大家就會發現說 這個年級就會在這個晚上特別的團結 就是我們是大一我們是大二 然後大家一起去努力去表演完這個活動的時候 你就會發現哇 這樣子呈現給戲上的師生看也好 或者是外系的同學看 你就會覺得這是一個 中文系給外面認識一個很好的機會喔 那除了這些娛樂性的活動之外呢 我們當然還有學術性的部分 像文學獎 就是我們一年一度的盛世 我們會邀請很多在線上的作家們 進來學校去擔任評審 去講解每一篇作品的優劣 然後並且評選出好壞高低 那所以有很多外系的同學會來投稿的時候 哇你就會覺得好有競爭力喔 就是我們中文人跟其他外系的同學在比較那個 比那個名次的時候 你就會覺得好刺激喔 就是你可以跟外系做交流 所以在這個過程當中 其實有很現實的一面就是 也有很多作品其實當場 可能沒有獲得大家的認同的時候 他可能當場就被劃掉了 也不會被拿出來就是去討論 但是其實這些作品我覺得 也寫得非常有層次就是 他能夠進入到文學獎的決審會 我相信都已經有相當好的水平 所以我覺得在那個過程當中 你會學習到很多欣賞文學的角度跟經驗 那經過這樣子的活動之後 當然有新的人進來也要送走一些學長姐 所以我們會在每一年的期末 去幫學長姐舉辦一個送舊晚會 那在那種送舊晚會當中呢 去幫學長姐回顧他大學四年來的點點滴滴 所以其實在這個晚上當中呢大家都非常不捨 有些學長姐甚至就當場就哭了 那我們旁邊的學弟們也跟著在回憶 跟學長姐點點滴滴的時候 你就會發現這個送舊晚會不只是一個 學弟妹對學長姐的祝福 很多時候也像是對家人的一種祝福 就是他即將要遠揚 就是到一個更遠更好的地方去的時候 你想要給予他更多的祝福更多的 去幫他回憶更多的東西的時候 很多時候自己也會被感動到 所以我覺得中文人其實真的是一個大家庭 就是我們會珍惜彼此 那甚至在彼此要離去的時候 那個心理的感傷其實是我覺得難以言喻的 當你體驗到中文人的熱情的時候 你就明白我在說什麼囉 那所以包括我們會圍著燭火 就是大家去講大學四年點點滴滴 那感覺其實是很感動的 所以舉辦完這樣一年的活動之後呢 我的幹部們就準備要交接給下一屆的學弟妹囉 那你覺得經過一年之後 跟原本的我有沒有什麼不一樣呢 所以在這個過程當中呢 我也第一次書寫了一本企劃書 學長姐會告訴你 寫企劃書就是你在跟活動比細心啊 因為企劃書畢竟是文字 10頁、20頁、30頁可能都只是有限的內容 可是活動過程中會有很多的小細節 你是完全沒有辦法掌握的 你要怎麼樣在企劃書以外去 Handle 住這些內容 然後把整個大局給掌握住 我覺得這是一個很重要的經驗跟過程 所以當我書寫完第一次的企劃書之後 我就覺得 哇 我原來活動背後這麼龐大的東西 需要去考慮到跟思考到 所以寫完第一次企劃書我就覺得 後來對活動就是真的很熟悉 然後掌握度也變得更高囉 那除了當然中文系自己的活動之外 也希望跟其他系能夠有合作的經驗 所以我們第一次跟外系去跨系合作的時候 是在主辦我們學校的春季健行 那春季健行其實是一個一年一度的大盛事 那需要非常多的人力跟資源的時候 透過各系系學會的合作 可以去達成這樣子的一個目標 所以可是很現實的是怎麼跨 大家專業領域來源都不一樣 我們要怎麼跨呢 所以其實那時候第一次的籌備會議 大家彼此都不熟 會長們坐在一起 真的不知道該怎麼樣去跨越這個門檻 直到第一顆雞頭的出現 為什麼會有這顆綠色的雞頭呢 是因為我們第一次開網會議之後 決定今年的主題是 節能七奏 春季樂活 那春季跟春雞其實很像 於是我們就做一個吉祥物 是一隻雞 那大家戴上雞頭套 然後因為其實蠻搞笑的 所以大家看著彼此 然後一直笑一直笑的時候 哇那個跨越細節啊 然後跨越年紀 大家就玩成一片 然後共同去貢獻出自己的經驗專長 跟心血的時候 這個活動就變得很不一樣 就是中文人我可以寫文案 我可以擔任紀錄 那經濟系可能就跨進來去 控管預算 然後等等各個系去 貢獻出自己的所長的時候 這個活動就會更趨於圓滿 所以後來我們的春季践行 也非常的圓滿落幕 那那次也創了歷屆的新高人數 就是將近五千人來 共同參與這個活動 那跨越了學生還有老師 那包括還有普理正銘 都甚至特地上來我們學校 參加這個春季践行 就是繞著我們的學校到桃米社區 那再走回我們的學校 透過徒步去認識這樣子的 文化跟地區的時候 好有成就感 就是你看著五千人 順著你規劃的路線 然後一路上都沒有出什麼大錯誤 你就會覺得 真的透過大家的凝聚力 是真的可以成就一件事情的 所以在經過這樣子的一個活動之後 我們大家的感情也都變得更好囉 那接著要跟大家分享一些我的經驗 那經過這麼多年之後 其實當然也有一些點點滴滴 可以跟大家做分享 所以在經驗的部分其實 因為我們的中文系要大量的閱讀 那有很多的書 如果你要買一首書或新書 其實是一個負擔 所以不定時在我們的網路上 其實會有一些 學長姐她可能沒有繼續走升學導向 她會把她的書拿出來賣掉 那有時候你會看到五百 或是一百塊的書 甚至有五十 那這種書你就要眼明熟快 趕快就把它搶下來 你就會幫你自己 荷包省得很大的一個額度喔 那有時候你當然會拿到一些古董 就是這本書可能已經賣了四年 五年已經傳承了很多借帳 裡面就有很多的精華筆記 所以有時候老師上課 看到那個課本明明還沒上課 裡面就很豐富 他都會會晦一下 就是哇 這就是傳承很多代的一個教科書這樣 那甚至在大二的時候 我們會有文字學課程 那這課程當中呢 老師會教我們去寫小傳 這些東西你可能現在看就會覺得很像 你知道我們道教的胡話這樣 就很像浮露 可是其實當你學過文字學之後 你就會發現每一個字 其實都有它的故事 淵源 然後跟一些背後所代表的意涵 我覺得經過大二文字學 你對文字不再只是一種符號 而是你會去想它背後很深刻的文化意涵 跟它累積的時代經驗的時候 那個小傳就不再只是小傳 那它背後所代表給你的東西會更多 但是千萬不要在外系同學面前寫小傳給他看 因為很容易會被問說 欸你們上課傳紙條是不是都傳小傳 不會好不好 就是我們中文人沒有這麼古典 好來 那當然除了這部分之外呢 我們系上老師研究領域其實很廣 包括從上古那到 一路到唐朝啊 然後明清 都有老師的研究 那所以不管你想對什麼東西有興趣 當你來到我們系上的時候 其實大部分你都可以找到老師去指導你的興趣跟領域 然後得到很好的照顧 我覺得這是我們老師們的一個很特殊的地方 就是你會發現 哇不管你對什麼有興趣都會有老師 就是能夠提供你很專業的建議這樣 那除了老師們的教授之外 我們當然也要自立自強囉 所以我們晚上也會舉辦讀書會 那包括現代或古典 那透過比如說有一些茶點和一些飲料的部分 我們可能就會去聊聊天啊 去聊文本去聊角色 甚至去聊一些 學長姐們平常生活經驗的時候 哇你就覺得透過大家來聊文本 你會用不一樣的角度去看這些東西 所以其實我們學生們自學能力也是非常強的喔 那除了這些經驗之外呢 我還有外宿 因為我從新北市來到英哥 從新北英哥來到普利鎮上 其實這過程當中需要經過三個多小時的車程 所以我住在普利鎮上其實有很多的生活經驗 那像我一開始住在學校宿舍的時候 其實我們學校宿舍的設備很簡約 就是大部分的東西你都要自己帶過來 但是透過宿舍生活 你去跟自己系上的人住也好 或是跟外系同學住 你會發現 哇原來我可能平常十點睡我覺得很晚了 可是同學十二點 然後這邊有兩點的 就是生活習慣大家互相去磨合 然後去觀察 然後去一起去share那個 生活當中的樂趣的時候 你就覺得很好玩 所以我覺得大一的宿舍生活對來說 是非常大的經驗跟非常好玩的一個過程 透過跟大家不一樣的生活經驗交流 那到了大二我就搬到了普利鎮上來住 那我選擇住單人房 那在選房的過程當中其實有一些小小的經驗 可能可以跟學長姐做分享 學長姐可以去告訴你怎麼樣去避免一些 住起來可能比較不是這麼舒適的房子或房東們這樣 那透過單人房其實我也可以有更多的時間做自己的事 比如說閱讀啊或者是去書寫的東西 那我覺得自己外宿有好處當然也有壞處就是 我要去打理自己的事物 那處理自己的經驗 處理自己的一些雜物 我覺得是一個很累但是很值得體驗的東西吧 那普利其實是一個觀光區 所以我們有很多的減餐店 那從早餐晚餐甚至到宵夜 你夜從晚回來都還有東西吃 我覺得這是普利一個很厲害的地方 那當然我們的東西都非常的精緻 可是你要透過學長姐告訴你哪些地方比較好 那我覺得可以避免掉很多你可能 比較不是這麼適合的口味吧 那當然我們在喝方面 有時候三五好友揪一揪也會去 同學家裡小酌就是一點點 然後我覺得這不是一件壞事 就是透過小酌你可以去分享很多的 你平常生活壓力中你講不出來的東西嘛 就像我們的古人們不是也很愛喝完酒之後來 就是吟詩作對嗎 所以我覺得 算是一種無人的雅致吧 但是 有時候也會點到雷雷的東西啦 就是 我前幾天去點了一杯飲料 然後叫做薄荷綠茶 可是來了就 喝了一口就像一杯漱口水一樣 所以 我覺得在外宿生活當中 你去採地雷也是一個很特殊的經驗 就是 因為外宿生窮嘛 所以你點了你還是要把它吃完 就是你會第一次覺得 哇我怎麼辦啊 處理掉一個這麼 平常很抗拒的食物這樣 所以 大家也可以體驗看看這種採地雷的生活 那行的部分 既大聲大部分都有摩托車 因為其實我們在山上 那 如果你沒有摩托車 大部分只能搭校車 那很不方便 可是要提醒各位就是 普里鎮的遊覽車跟大型車輛很多 所以當你在騎車的時候一定要小心 尤其是山路就是 我們旁邊路邊其實是沒有水溝蓋的 很容易就有人騎一騎就 不見就是消失在路面 因為它整個人摔進水溝裡面這樣 所以 摩托車有它的好處 水能載舟一能復舟就是 你也要小心就是 可能有一些安全性的部分 那我們既大聲當然 因為普里鎮上面有夜店 所以我們晚上只能跑到山裡面去 看山看水看風景 我覺得是一個 也是很特別的經驗啦 就是你會看到 哇好多山喔 它在不一樣的時間裡面 呈現給你不一樣的風景 那包括學長姐也會告訴你 哪一些地方可以去 看比較美麗的角度跟不一樣 別人觀光客看不一樣的東西 那像包括離我們學校 大概十分鐘的金龍山 金龍山其實是 台灣日出武警當中的 一個很重要的景點 就是每天可以去看它的 日出 然後包括有一個琉璃景 就是在薄霧之下的 就是雨池香跟普里鎮 被薄霧照射 就是籠罩之下 太陽照射下來的時候 那好像琉璃一樣的那種 很美麗的景緻 其實都是金龍山的 很美麗的風景 我覺得金龍山離 我們學校十分鐘 所以我們常常就是 半夜如果睡不著 就走吧 金龍山這樣 那包括日月潭離 我們學校也大概只有十五分鐘 所以我們可能中間 如果有空堂 那也不知道要幹嘛 就走吧 去日月潭喝咖啡 喝星巴克這樣 然後 也可以在日月潭周邊的景點 走走逛逛 然後再回來上課 你就會覺得 哇 我又充滿了活力跟精神 那像玄奘寺 我覺得也是一個 玄奘寺 也是一個很 很值得你去走走的地方 就是它會沉澱你的心情 跟它很像一個日式的寺廟 你可以去裡面 逛個兩圈回來 你就會覺得 哇 哇 整個人充滿了 慘意啊 好 那除了這些景點的部分之外呢 我們 我當然還有一些客服經驗 那我運用我在教育學程所 學到普里鎮上去進行一些 客服活動 那 在大一的時候 我就是參與了我們學校的 遠距客服 那服務了 偏鄉的 新一鄉的孩子們 那我覺得 新一鄉的孩子們 他們其實硬體設備很好 可是他們面臨的問題是 他們環境比較封閉 又加上他們的 嗯 師肢流動力很高 所以他們對人的不信賴感 其實很大 所以我覺得 在這一年的過程當中 我很希望去陪伴他 然後讓他有一種 很安心的感覺 一種信賴感 所以每個晚上透過電腦鏡頭 跟他視訊 面對面的時候 去跟他分享生活的點 第一 然後去教導他在生活科業上的一些 問題的時候 我覺得那個 經過一年之後 孩子們其實是會對你 產生很大的信賴感 尤其在相見歡的時候 孩子們拉著我 去跟其他老師們見面 跟其他孩子們見面的時候 去講說 欸 這是我老師欸 有沒有很帥很帥的時候 我就覺得 哇 孩子們已經完全把我當成一個 他生活中的一部分 甚至值得跟別人炫耀 我覺得經過這一年 得到的不只是學業上的成就 更是我跟孩子關係的培養 那到了大二 我到了柏佑基金會去進行客服 那包括至今也是 那柏佑基金會很保護孩子們的隱私 所以通常我們對外的照片 都會把孩子們的臉馬賽克 那柏佑基金會的孩子們 大部分都是經濟弱勢 所以在這個過程當中 我除了給予他們課業上的輔導 我也會去糾正他們日常生活的一些 比較不好的品性 那透過陪伴他們的過程 因為其實我跟他們年紀很相仿 所以有點大手拉小手的感覺就是 我拉著你們成長 那在他們這個課服的過程當中 除了我會教他們英文 教他們國文之外 他們也會跟我分享 在學校的點點滴滴 所以我覺得跟他們相處 其實是一個可以 share 彼此生活 所以他們成了我生活中的一部分 我相信某個程度上來講 他們也開始對我有點依賴感了吧 那除此之外 我也會到玻璃國中去釋交 就是透過跟國中生的互動 因為國中其實國學常識 比較淺一點點 所以孩子們的注意力也比較不是這麼高 你要怎麼樣在五分鐘十分鐘的時候 一個笑話一個point 讓他們重新把眼光回到你身上 我覺得透過在國中端的釋交 也是一個很好的經驗 那甚至我也會到技大附中去看晚自習 那技大附中晚自習 其實我是在高三升 努力學測的上學期上 那因為當年其實我在準備學測的時候 我自己自認為沒有到很全力衝刺 所以我覺得在看他們晚自習的時候 我會很希望 我當年沒有做的事情 我希望可以分享給你 就是你這樣做或許會更好 那孩子們其實也會很全盤的信賴我 就是對 玉政老師講的就是對的 這樣就會 我們會在彼此的就是信賴感當中 一起去努力 那一開始其實大家就很casual 就是喔 就是隨便啊 就是考試嘛 就是準備而已 可是隨著那個倒數的日期 一天一天一天一直過去的時候 我也會開始幫孩子們緊張 然後甚至去幫孩子們去祈福 去幫孩子們找資料的時候 你覺得那個過程 我在他們眼中看到我自己 同時我也在他們身上看到當年的我 我覺得 這個衝刺班其實是一個非常好玩的過去 那 除了晚自習我覺得跟這群孩子們的關係也非常好 甚至 他們學測完也會來問我做點分析啊等等 我們已經成為朋友 就是跨越那個身份上的障礙 那除了客服經驗之外 我也會 因為我同時也是公益服務的教學助理 所以我已經擔任過兩年的教學助理 我們每一年其實 中文系的公益服務大部分都在進行客服 所以在這個客服活動過程當中 我主要是輔導學弟妹在客服過程中 怎麼樣去解決一些問題 那還有一些客服技巧的培養 所以我們在一年一度的公益服務成果展當中 也很榮幸我帶著這群學弟妹在發表過程的時候 我們竟然榮獲了佳作 獲得學校很大的肯定 所以我覺得 這也是我們公益服務一個很大的特色 那甚至我們學弟妹其實在服務的時候 他們是全心全力的在投注於這個客服過程 而不是在騙時數或者是去打掃啊 做一些勞力的付出 我覺得這是我們公益 中文系公益服務一個很大的特色就是 運用你的所學在大一的時候就很明確告訴你 你可以做的其實很多 那最後想要跟各位share一下 我在畢業製作的時候 我選擇到白沙屯去參與一個媽祖繞境的活動 那白沙屯其實是一個海邊的小鎮 它方圓整個白沙屯鎮上只有一間7 我自己看到啦 所以我剛來到這個小鎮我覺得 好偏僻就是why 就是沒有人耶 可是其實一年一度的媽祖繞境 是這個鎮上甚至是台灣很多信徒們的盛世 所以當我到達這個地方然後前往媽祖廟的時候 你就覺得哇這個鎮上突然整個活絡起來 就是跟我之前看的場景完全不一樣 所以我們當天晚上12點就隨著媽祖出廟去繞境 那漏夜這樣子行走 甚至我來到了西濱公路上已經走了三四個小時 雖然是年輕人可是你就覺得好累喔就是why 為什麼我要在那邊跑步啊然後穿越小溪 因為白沙屯媽祖其實他們有固定的路線 他會去鑽一些農田也好啊小巷子啊 然後甚至射水就是 你會覺得哇宗教的力量好大 可是人也是會累嘛 所以我們甚至就在加油站旁邊就睡了 我第一次睡在油箱旁邊就是 我真的體力已經沒有辦法 隔天一起來我看到太陽我就覺得 我好想要放棄喔why 為什麼我要這麼辛苦 可是當你看到 比你很年長的阿公阿嬤們就是 戴著斗笠穿著縮衣然後 跟著媽祖的神教在奔跑的時候 他告訴你說欸 少年欸走啦走啦 你就覺得why 年輕人rock起來啊為什麼不要 那這個時候你就覺得 好吧再努力再挑戰 然後終於我跟著媽祖到了北港 你就會覺得我真的做到了 然後你看身旁很多的阿公阿嬤們 他們為了宗教這樣子 跨越那個年齡的這種身體限制 去全心全力達到一件事的時候 我覺得那個真的是一件 很有成就感的事情 那甚至包括在路上也會有 非常多的信徒去提供飲料或食物 甚至貼布去服務我們這些信徒們 我覺得如果你要體驗台灣的人情味 去一趟遶境吧 去走走看遶境 你在路途上你會發現 有很多很熱情的人們 台灣的人情味就在這時候會體現出來 我覺得是一個很溫暖的過程 經過了這麼多的分享 我想也會有一些心得跟收穫 想要跟大家談談看 我覺得前幾天看到一篇文章是 當中文系成為一句髒話 很多人可能會講說 唉唷你們中文人就是 好像就是講話都文糙糙阿 然後只要想到一些比較古典的東西 就會馬上跟中文人扣在一起 我覺得我想用一張圖片跟大家分享 這是我第一次收到的教士節卡片 就是雖然它只是一張紙 然後一個寫得也不怎麼工整的字 但是其實我拿到這張卡片的時候 我感動很久 因為我覺得人家常常會覺得 中文人你要幹嘛 你讀這些東西要幹嘛 可是我運用我所學 結合我在教育學程所學 帶給我的孩子們去 跟他們一起成長一起努力的時候 孩子們竟然在教士節的時候 真的把我當成一個老師 願意給我回饋 然後甚至希望鼓勵我的時候 我覺得中文人 你的價值就被肯定啦 Why 就是為什麼要一直否定自己 中文人你的價值應該要靠你自己來講 沒有任何人可以去否定你的價值 所以當你願意在你所學當中 不斷地去累積實力 不斷地去升值你自己的價值的時候 外界也會給你非常大的鼓勵 所以包括像我在高中的時候 然後透過晚自習 孩子們甚至花了一個晚上去 因為我那時候快教完他們了 寫了一張非常大的卡片 然後很漂亮的美編 然後大家共同來就是 提出對我的一些感謝的話 或是他們的一些心得歷程的時候 我覺得每一次孩子們給我的回饋 都是一個很大的鼓勵跟前進的動力 所以我覺得中文人 你其實不需要透過外界去界定你的價值 當你透過你自己不斷生殖自己的實力 外界自然就會告訴你 你是最棒的 你所學的真的都是社會所需的東西 那可是中文人其實也會有一些習慣 因為我們受過非常大的語文上的訓練 所以我們可能在別人講話的時候 很容易去挑別人的語病 或者是我們會去看到錯字 我們很容易就找到 可是因為這是我們有非常深厚的訓練 跟一些比較特殊的經驗 我們閱讀過很大量的文本 我們有老師們很專業的訓練 但是我覺得不要常去挑別人的語病 跟挑別人的錯字 這樣會讓別人覺得你中文人很尖銳 就是在你身邊好像壓力很大 我覺得這是我們的專業領域 我們可以用在我們的專業上 讓我們的所output的東西 都是很專業很精準的 但是不需要去對身邊的人也這麼專業 把他們要求到這麼高 我覺得這是中文人的一個 可以去注意到的習慣 但是當然無可否認是 當我進了中文系 我也更愛閱讀更愛寫作 更愛用文字去呈現我自己的東西 我覺得這都是中文去改變我的很多的習慣 那甚至在出路的部分 我們系上其實幫我們學生們規劃了 創作理論跟實務三條走向的區別 那我覺得在大學當中 你可以不斷地去探索 你究竟想要什麼 所以包括我們有很多的學長姐 可能會去考老師 考公職 那去考一些文學相關的東西都有 但是我覺得一個蠻特別的經驗 是不是我們學校 是其他人跟我分享的就是 他是中文人 但是他跑去念科技公司去上班 大家會覺得 why 這兩個東西完全不搭軋 為什麼會搭在一起 因為其實在科技公司 像我們在打字的時候 新注音或注音輸入法 其實都是需要一些國學的東西在裡面 包括字啊 字型啊等等的選擇 所以其實中文人你的出路其實很廣 就看你在自己的本科系 還有你累加上的實力 累積了多少東西 別人自然就會發現 哇 這個人除了中文專業之外 有非常深厚的D字 你擔心出路嗎 其實不用擔心啊 外界自然會給你你的肯定 所以我在IOH的講座分享到這邊 我相信有一些東西 或許你還會想要更深入的了解 都歡迎你在Q&A裡面跟我討論喔 謝謝大家